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阿摩斯书的第八章 在昨天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阿摩斯有看到三个的异象 蝗虫、火、还有千锤线的异象 来到第八章的一开始 就提到这个果子 夏天的果子的异象 而夏天的果子表示说 这个果子已经是熟透了 表示说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其实第八章就让我们看到 上帝再次发出严厉的警告 警告上帝将会对以色列施行他的审判 那今天我想把那个焦点放在第十一节 当然第八章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但是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十一节 那边这样子说 上帝会命令饥荒 就降在以色列的土地当中 然后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人饥饿并非无饼 干渴并非无水 而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 或许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 我们听过在早期的时候 天运有一首的诗歌 就以这一段的经文来做他的歌词 或许等一下我可以找到这个连接呢 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youtube的下面的description 大家可以去找找这首诗歌来聆听 早期天运这首诗歌 这段的经文谈到说 上帝会把饥荒放到 或者接着饥荒来审判以色列 其实在经文里头 我们看到上帝一提到几样的审判 在第八节那一边谈到的那个河水翻动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指大地震 我们在阿末斯书第一章就看到 这卷的书是写于大地震前两年 就是即将来临的这个地震 然后也谈到这个饥荒的这种的情况 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阿末斯先知他告诉以色列人 对你们面对饥荒 你们面对饥饿 面对旱灾 没有食物 甚至没有水 但是人最根本的那个的需要 并不是这一些外在的东西 以色列人曾经就为了这些外在的物质 他们忘记了上帝 其实如果我们往第八章的前面的经文来看 第四节那边讲到什么呢 第四节或者第五节 第五节那边这一些的以色列人 或者这一些以色列当中的生意人 这些做生意的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 初一或者合本翻成月朔 几时过去呢 我们要卖粮食 安息日几时过去呢 我们好这一个的贩卖各种的食物 然后呢 经文说什么 他们要把那一个粮气变小 要把这一个的银钱变大 要以七杂的天平来骗来欺货人 要用银子买贫寒人 要用一双鞋来卖穷人 把坏了的这些的食物来卖给人 我们看到这就是以色列当时候 这一种商场的商业的一种情况 都是充满奸商 他们月朔或者初一跟安息日 在旧约给我们看到 那是上帝说要来敬拜 要来聚会 要来等候神 要来敬拜神的日子 但是他们面对敬拜上帝 他们显得很不耐烦 哎呀这个麻烦的日子几时过去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要快快继续去欺压别人 好像一些人 这一个MCO几时过去 我们要上云顶的赌场 对吗 我们要去买这一个万字票 或者这一个周末几时结束 我们要在股票市场大展拳脚 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 他们 当然我并不是说股票市场这些 我不是在评论这一个东西 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给我们看到的那一种的情况 却是他们巴不得敬拜上帝的日子结束 好让他们继续能够过他们厌热的生活 甚至过他们去欺压人得到财富的这种的生活 他们要卖饼卖骨粮 然而来到第11节 看下我们所读的经文 上帝却说在审判的日子 这一切将过去 没有饼 没有水 然而人真正的饥饿 不是因为没有饼跟水 对 没有饼 没有食物 没有水分 那是让我们这一个肉体会受不了 我们会感到饥饿 但是人的生命不单单是外在的 这个肉体的生命 上帝更把这一个人生成生命里头的缺陷给提出来 当以色列人在好日子的时候 他们不要敬拜上帝 他们嫌安息热 嫌这一个敬拜上帝日子是很厌烦的事情 然而当这一个的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 圣经说 这一个人要寻找神的话 却寻不着 人要寻找上帝有什么指引 人要寻找上帝给我们鼓励 人要寻找上帝给我们赦免的话 赦免的应许 人要寻找有没有从上帝那边来盼望的语言 但是上帝却说 在那审判的日子 这一切都没有了 人面对真正生命的问题 或者生命的苦楚 那是因为人没有了神的话 没有了指引 没有了生命的方向 得不到安慰 得不到盼望 那是何等可怕 难怪上帝在前面的经文提到说 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那是黑暗 毫无光明的日子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很感谢神 我们现在是几乎 随手可得 我们拥有圣经 我们的手机里头 拥有这一个圣经的APP 我们有在YouTube里面 有许多灵修的视频 讲道等等 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一切都那样方便 圣经我家都有好几本 那样方便 以致我们没有真正留心在神自己的话语 但愿当我们还在这样子一种舒服的环境 方便的环境 让我们珍惜 把神的话真的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让在磨难的日子 在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够因为有神的话 我们有方向 我们有盼望 我们也因为有神的话 成为我们矫情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就不至于施脚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你的话语甘甜 你的话语美好 帮助我们真正爱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有主你的引导 你话语的指引 我们不得罪你 我们也有生命的方向 以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